一对情侣结伴旅行 当他俩乘坐的火车穿过漫长的隧道出来以后 男的讲 如果早知道隧道这么长 我就给你一个吻 那个你的就叫了起来 天啊 那刚才吻我的不是你吗 小明 小明跟他的老婆讲 老婆啊 我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吵架 互相夸奖对方的优点行吗 老婆讲说可以啊 小明讲那你一人一聚 你先夸奖我 老婆讲你真帅 小明讲你真的很有眼光 老婆就又讲 你呀成熟稳重 小明说你真的很诚实 老婆又讲 你有一个优秘的老婆 老婆讲了 你有一个很优秘的老婆 小明说你实在很幽默 有一个优秘的老婆 几个男子 何之要开一家公司 为了彰显公司的霸气 所以起名字叫能力 能力公司听得多霸气啊 于是大家很高兴去申请 拿回营业执照 拿回来以后大家几个都看傻眼 只看见执照上面写着 能力有限公司 老师问小明 如果有人因为你很愁 所以他给你一万块钱 你会收下这笔钱吗 小明回答 当然会 否则我不但愁 我还傻呢 有一位哈利wood的导演 决定送给他的母亲 一件生日礼物 他听说有一个小鸟 能够讲十二种语言的话 这是鹦鹉啦 它可以讲十二种语言 还可以唱十首著名的歌曲 还可以唱十首歌 又能讲十二种语言 立刻决定买下这只鸟 送给母亲 为此他发了五万美元去买这只鸟 在他母亲生日的第二天 他给母亲打电话 你觉得这只鸟怎么样 妈妈 他母亲非常愉快地回答 味道很好 老师又问小明 有一个美女跟一个丑女 同时掉到河里 你会先救哪一个 美女会嫁给你 丑女会给你十亿 但是你只能够救一个 小明在那边嗯了半天 他讲 我不是很重视钱的 我也不爱钱 钱不钱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丑的 有一天 爸爸很生气地打小明一巴掌 小明去跟妈妈哭 问妈妈 如果有人打你的儿子 你会怎么样 妈妈讲 我会再打他儿子两巴掌 打了半天都打到小明 老师问小明 知道什么叫做头昏眼花吗 小明你如何解释 小明解释 这个意思就是头昏 意思就是头一次结昏 没有什么经验 眼睛花啦还选错人 所以才叫做头昏眼花 老师问小明 老师问小明 你眼前有五米的坑 你眼前有五米的坑 里面没有水 假如你跳进去 你能出来吗 小明讲 这还不简单 我把脑子里面的水放出来 不就飘了起来吗 老师问 你脑子里哪有那么多水 小明讲 我脑子里面没有多水 我干嘛要跳